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郭晶飞 我演了一个角色叫苏铭城 保护郭晶飞 打倒苏铭城 你的酒声率挺强的 对 活下去不容易 之前接触的角色的时候有这种激励建设吗 有 有 有 都有 一个没有问题的角色 怎么可能会引起关注呢 就是太多的那个漂漂亮亮的角色了 没有缺点的角色 那不是人 那是角色 苏铭城是个人 他是谁 我认识他吗 你们好多久了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苏铭玉你满意了吧 你对苏铭城好失望 请注意 我叫郭晶飞 对 竟然和解了 是的 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和解 你二哥一个打三个 那么是没吃亏 更 他这个戏到最后讲的就是说 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 也有优点 你选择看一个人的缺点 你就会一直恨他 那个你选择一个人的优点 你自己也舒服 别人也舒服 特别好 大姚变得更稳重了 他干了一个特别讨厌的事 他把他猫放到我的酒店 让我帮他寄养 我说你这猫有毛病吗 他说没毛病 我这猫特别好 特别好 临走的前一天早上前挠我门 让我被他灌倒 我稍微迟了一会儿 我在屋里边看电视呢 很累 想休息休息 在我沙发上拉了一条屎 拉屎啊 不是尿尿啊 摇尘的猫 我说你这猫不是没毛病吗 他说真的没毛病 从来没有过 他助理有一天说漏了 以前拉过 我也觉得你老是特别可爱 他有一颗特别特别的童真的心 大男孩喜欢打游戏 就是特别可爱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就老感觉像 就是回到小的时候互相逗 像 有的时候很像 网友刷男后看电视的时候 就被尼大夫老师气到小出生来 我不喝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喝 我就要钱 你老是演的好 而且尼老师完全就没有挽救他的 从演员出发 他就没有挽救他那个角色 他反倒是往更疯的极致的演 我觉得真的好演员 特别棒 他们不像我 我还自保呢 我求生欲 他没有 完全没有 多可爱 苏明成 可爱的全是郭敬菲的 一个妈宝 他凭什么就是妈宝 为什么他妈就保他呢 不保别人呢 对 他一定有他可爱的东西 找着这东西 演一个活人 演个人 别演个面具 好不容易跟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合作 好好演人 为什么苏明成能娶到朱莉这样的媳妇 苏明成能娶到朱莉这样的媳妇是吧 这事我还真没考虑过 但是我是觉得苏明成 就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媳妇 因为他作呀 苏明成从网友的角度上来讲 他就根本不配活着 可是他活下来了 我觉得苏明成还是尊重女性的 但是他还是不配活着 真的 后边还得出好多事 你搜网友人的皮铁 那不会 那不会 我从来没这毛病 这不是找事吗 这会儿翻 弹幕我会看 然后那个网友有一些评论 就之前前面的几天 我还是看我的 看完了以后我也回了 可以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小儿协士你知道吗 我这只眼睛盯着你 但是我用膀胱一直在看着他 你是不是害怕你的工作人员 他们马上就放弃我了 不知道吗 我约他们吃饭 他们都不出来 为什么 他们讨厌苏明成 不想跟苏明成吃饭 那你在家里 我妈到现在没跟我联系过 真的 没跟我联系过 你打电话也不回是吗 没有 那回的 我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我不找事 我没有给他发消息 我怕他说一大堆话 我还必须得听 那不至于 我怎么会娶一个 这一下 我又 这个话真难说 我想说 我怎么会娶一个 智商这么低的老婆 但是我又怕得罪网友 我老婆是高智商 对 我老婆怎么可能会那样呢 有一部分是 就是贵 没有别的 说贵就贵 我妈教的 还有一个叫雷佳音的人 他一见着我 把裤腰带系得特别紧 为什么 因为我会扒他裤子 我跟他攒了一笔恶杖 你知道吗 他当着杨幂的面羞辱我 他觉得我装高雅 就往那一坐 翘个二郎腿 他说 他说你装逼 说我 我没法说什么 当着杨幂的面 我不想在女人面前失态 就是约他这次见面 没脱下来 但我抓他脸了 我们俩太像了 就是这个命运映把我们俩安排在一起 什么事都是 神同步 我们俩的媳妇同时怀着运 我们俩现在演的这角色 又同样都是渣男 然后这个 很神奇 命 估计这一辈子也离不开这阴影 就打他吧 就打他 他不是那种人 他一见着我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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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有人的时候 他知道我不会当着人的面 羞辱他 他就开始嘚瑟 各种嘚瑟 打得我好开心 我扒他裤子的时候就是那个表情 就是那种暴躁的表情 没有人会不爱我 这段剪掉 太欠了 他肯定爱我 不然早跑了 我干嘛揍上你 我觉得存在集合理 我会说服他 用爱感化他 我就是用爱感化雷佳音 到现在都没感化过来 所以我才打他 你那八人过得怎么算感化 打他 抓他脸 抓他